真不该乐 我觉得这孩子要留下 郭老师 如果他要是对相上有这么大一份热情 有这么大一份爱的话 他年龄现在也正合适 如果您提鞋提鞋的话 他应该是能够不错的 给我点时间 我要考虑一下 于谦罕见的打动了郭德刚发言 并非常正式的称呼他为郭老师 两次强调希望他说马赵状为徒 郭德刚虽然被这个人打动了 但是马赵状的表现 却并没有达到节目的要求 哪怕是在场的于谦和谢娜都为他求行 可规则摆在那里放着 这一刻也许有人说 他不是一直说自己爱财吗 为什么这次却这么狠心 要知道马赵状是真的爱相上 为了能得到更高的学习机会 他南上北下到各个地方去演出 这份热情不亚于当年内杠 能手抄相上大拳 却已经没有机会出头的郭德刚 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 再次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直接宣布将他收到自己的门下 马赵状也是十分激动 现场磕头拜师 愿意跟我学相上吗 愿意 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愿意 我收你了 还带他见过师大爷于前 这一刻谁能不羡慕他呢 要加入的音色 不仅意味着能学到不少能耐 自己的艺术道路 也会因此减少许多障碍 叫师大爷 咱这行啊 拜师啊 有规矩 这个算是口蒙 口蒙就是师父徒弟这么教授 然后还有一个正式的拜师仪式 咱们行列叫百之 所以呢 现在你只是口蒙 暂时列入郭氏门墙 希望你以后更好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件事并不是当时的节目效果 口蒙三年后 老郭就正式把他收入郭氏门墙 所以一名九蒙 在最新公布的德云社家谱中 也有他的名字 只不过因为在他拜师之前 就签约了开心麻花再演舞台剧 所以一直都没有在德云社楼面 郭德纲爱才在节目中收了不少徒弟 但是于谦也是同样虚材 在他的帮助下 得到机会的不止马赵赵一人 德云社龙子柯招生线下面试时 一位患有先天性纯恶力的孩子 努力的给各位老师展示 但是说实话 小伙子的表现中归中矩 不算突出 但是于谦老师细心的发现了嘴上的伤 就插了话多问一句 并征求大家的意见 想给这个小伙子一次机会 同时也为了给其他落选者一个解释 他还补充了原因 我想这一刻于谦老师就是这个孩子的光吧